这一幕表明,中国大寒道航空发动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涡沙20发动机实现量产,对于运20的发展将有怎样的意义。 今日,社交媒体上一张西安飞机制造厂的照片火了。 照片中,飞机工厂内停放着大量的大型飞机, 包括23架运20、空井600以及1276, 其中运20数量占了大头,达到17架。 而且这些运20用的还是国产涡沙20发动机, 这无疑表明,涡沙20的列装驻运20进入到大规模量产阶段, 而中国的大型飞机也彻底告别了俄航发时代, 迎来国产大寒道航发的新时代。 在2020年的时候,装有涡沙20发动机的运20运输机首飞成功, 这也为运20实现量产提供了支持,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空军加快了战略空军的步伐。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来说,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并将大大促进中国空军的飞速发展。 那么,涡沙20发动机是怎样的一款发动机? 据悉,涡沙20发动机是一款推力范围为 13000至16000千克力的大寒道比涡沙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就是中国以涡沙10太航发动机为基础, 自行研制的涡沙20大寒道涡沙发动机。 涡沙20发动机主要用于运20大型运输机, 并且在未来, 其还可作为大型客机, 新型双发中型运输机, 第二代远程反潜巡逻机的主要动力。 但是在涡沙20发动机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这就使得中国在飞机的发动机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从而使得中国在战机的研制中受到很大的限制和阻碍, 也使得中国的大型运输机运20在研发初期。 由于没有发动机, 所以就使得中国很头疼, 最终不得已才选择采用 俄制成熟的D30KPR涡沙发动机。 俄制D30KPR涡沙发动机研制于上世纪70年代, 虽然在技术上已经很成熟, 但是D30KPR涡沙发动机的单台最大推力, 仅12吨, 这和日本C2采用的通用电器CF680C2相比, 推力甚至还达不到该发动机27吨的一半, 而且油耗还十分大, 从而也十分影响飞机的性能。 所以由于运20在发动机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 所以就使得运20未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中国也是只能以无奈以遏制发动机量长过渡, 但是这并不会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 于是中国加紧对涡沙20的研制。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实现自主研发发动机的目的, 使得涡沙20发动机几乎与运20研制时间同步, 并且早在2014年, 涡沙20发动机就被发现安装在1276上进行测试, 且由于两只发动机尺寸不同, 在挂架外形上变化也很大。 1276测试平台挂架结构经过强化延伸的更长, 目的都是为了安装直径更大, 动力更强劲的发动机而准备。 因此, 由于中国科研技术团队的不懈努力, 终于研制出涡沙20发动机, 且涡沙20发动机作为国产新一代大寒道比发动机, 相比D30KP-2涡沙发动机, 单台最大推力为15吨, 后油量为0.57。 这就使得运20在2020年可以换装涡沙20发动机, 并且换装后的运20碧玉术机在最大载荷66吨的情况下, 最大航程可以提升20%,超过5000公里。 这就完全超越了1276, 并且与美国C17环球霸王三相接近, 这也是涡沙20发动机所具有的巨大优势。 而且随着涡沙20装上了大风扇, 这带来的好处不仅是增加了航程机载重, 而且还提升了运20的飞行性能, 并且对运20加油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并且运20实现幻发所带来的好处, 还体现在强大的战略投搜能力上。 由于换装涡沙20发动机, 这将使得运20的载重航程相比原来提升15%到20%之间, 从而可以达到最大载重66吨的目标。 这样的重量就能够将权重58吨的国产99A式驻战坦克完全可以单机携带, 并可以将其投送到5000公里之外。 这也将使得中国军队飞得更高更远。 此外,随着涡沙20发动机实现量产, 可以加快将运20改装成为空中加油机以及重型装备运输机。 因为这将是未来战略空军的标配, 也将极大促进中国加快步入战略空军的步伐。 因此,随着涡沙20实现量产, 这不仅将实现运20的加快量产, 增加中国运20的数量, 满足中国空军的需求, 而且也将加快促进中国运20加油机的快速实现量产。 这也将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 此前有消息称, 中国运20加油机也已经正式入列, 这将加快促进中国空军的发展, 并将大大提高解放军空军远程突击的能力。 而且随着中国运20加油机的出现, 解决了中国空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涌现, 不能远途作战的问题。 现在通过运20加油机的辅助, 可以有效地提升航程, 提升制空时间和打击范围, 从而可以收到最好的作战效果。 此外,运20加油机作为扩大中国空军作战半径的关键一部, 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因为随着中国运20加油机的服役, 使得中国的空军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加快了中国空军发展前进的步伐, 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空军的作战要求, 加快中国空军的强国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中国运20加油机的正式服役, 这将会使得中国两款重量级的战机 也将直接地从中受益。 就是中国的歼20和空20, 也将与其组成最佳的组合。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据有关专家分析, 将中国的运20空中加油机与歼20战斗机和轰20战略轰炸机箱结合, 也可以大大的扩展中国空军的作战范围, 使得敌军难以侵入中国近海, 中国都能够予以敌军最佳的反击, 而不再考虑遥远的航程问题。 有了运20加油机就可以解决距离的问题, 从而使得中国的歼20和轰20毫无后顾之忧。 现在随着涡上20发动机实现量产, 这也将为运20加油机提供较大的便利, 给运20加油机换上涡上20发动机, 这也将使得运20发动机在达到空中加油半径1000公里时, 最大公油量约90吨, 空中加油半径2000公里时, 最大公油量约70吨, 甚至在加油半径3500千米时, 还能保有40吨公油量, 这将为中国战机的空中远程训练作战使用提供了较大的满足, 也将加快助力中国空军的飞速发展, 因此随着涡上20大寒倒比发动机的量产, 据专业人士分析, 由于中国空军对运20的需求量很大, 并且从美俄现役200到300架大型运输机的装备数量来看, 估计中国运20的数量 肯定会超过200架, 接近300架, 如果加上运20加油机, 预警机以及其他特种机的话, 预测2025年, 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的总产量有望达到400架, 所以, 如今中国不仅在涡扇10发动机上实现了巨大突破, 使得歼20完成了国产花换装, 并且实现了首飞, 而且现今又在涡扇20发动机上取得巨大突破, 实现量产, 这也将加快中国实现战略空军, 加快促进中国空军的飞速发展, 而且使得中国已经完全解决了战机的心脏问题, 不再受到西方国家的卡脖子, 并且将实现完全独立自主, 这对于中国空军的发展来说, 真的是双血临门, 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相信未来中国空军的发展可期。